花莲县政府举办2024太平洋南岛联合封联节摊商公开抽签 依照摊商类别分为美食类还有饮品类两个阶段来进行 并且由律师全程公正录影 以示公平及公正性 这次参加人数很多 现场气氛十分紧张又刺激 正取重签的业者也激动的呼喊庆祝 太平洋南岛联合封联节活动将在7月19号到21号联系三天 在德行大草品办理 这次将呈现出国际及特色的业务表演 同时也邀请多元集聚在地特色的汤山进驻 县府期盼借此丰联节活动 让世界看见花莲在地的文化 不仅带动部落产业 更提升原住民手工艺 文创商品 部落美食以及容设产品市场能见度 以及销售商机作为目标 希望大家可以用另外一个视角来看 原住民还有整个南岛尾族的精彩表演 那这是今年比较特别的在场地上 在表演上的一些变动感进 那么当然最重要刚刚提过 整个摊位区的人数 从过去的一年来 他的人数不会比较有趣的人 可能是太少 所以我们摊位 我们所有摊位的朋友 其实都非常非常的重要 当然除了你的这个产品 每一位可以吸引我们观光客之外 同时呢 大家也要肩负着这个大使 观光大使来推销花莲的美好 不管是美食的美好 或者你有其他觉得花莲可以推荐的部分 都可以推荐给我们观光客的朋友 那花莲所有的观光的活动 外地客来的比例最高的 就是联邦宏敏捷 所以呢 你看你接触到的客人 可能有一半以上都是外地客 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做好这个外交的工作 做了这个大使的工作 推销里面是推销花莲的美好 展现花莲原住民的热情 让大家宾至如归 大家更喜欢来花莲 建埔营众民行政策处处长独播申言表示 这是抽签率不到10% 仍然由衷感谢民众的热心参与 每位摊山都如同花莲的观光大使 不论代表是在地饮食还是特色文化 期待让大家一统透过太平洋南岛联合风铃节活动 展现出花莲热情的一面 记得欢迎花莲到